诗篇第七十七篇 我要向神发声呼求 我向神发声,祂必留心听我 我在患难的日子寻求主 我整夜举手祷告,总不倦怠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我想到神,就哀怨哀哼 我沉思默想,心灵就烦乱 你使我不能合眼 我烦躁不安,连话也说不出来 我回想过往的日子 上古的年代 我想起我夜间的诗歌 我的心沉思默想 我的灵仔细探究 主要永远丢弃我 不再施恩吗? 祂的慈爱永远消失 祂的应许永久废去吗? 神忘记施恩 因愤怒而止住祂的怜悯吗? 因此我说 这是我的忧伤 至高者的右手已经改变了 我要述说耶和华的作为 我要纪念你古时所行的歧视 我要默想你一切所行的 思想你的作为 神啊! 你的道路是圣洁的 有哪一位神 好像我们的神这样伟大呢? 你是行歧视的神 你在万民中显明你的能力 你曾用你的绑壁救赎你的子民 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 神啊! 中水看见你 中水看见你就惧怕 深温也都战斗 密云轻降雨水 天空发出响声 你的剑闪射四方 你的雷声在旋风中响起来 闪电照亮了世界 大地战斗震动 你的道路经过海洋 你的路径穿过大水 但你的脚踪无人之道 你曾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 带领你的子民 如同带领羊群一样 有什么蛇 proudly 带领群一样